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六百一十五集 天一下就阴了 却还没有哭泣 范贤的脸色有些阴沉 半靠在车窗边 望着窗外的山道与京郊保护极好的青秋野林 许久沉默不发一语 黑色的马车沿着平直却又起伏的石板道 斜斜驶上了官道 脱离了沉原的范畴 然而范贤的表情并没有轻松起来 深周的监察院官员们瞅着窗边那张依旧英俊 今日却格外漠然的面庞 心里都有些莫名的发寒 他们不知道沉原里发生了什么 老院长和提斯大人又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提斯大人今天的表情会如此严肃 马车在官道上沉默地向着京城驶去 沿路偶遇入城百姓或是踏青归来的官身家 少年少女 这几辆黑色的马车 就像是在亮着无声的警告灯一样 所有的人们看见他们都匆忙地让到了一边 为这些黑色马车让路 百姓们是天生对官老爷们的恭敬在作祟 而那些往日里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权贵们 则是知道这黑色马车所代表的身份权势 京都里的权贵们儿目众多 当然知道小范大人昨天夜里 已经从东夷城赶回了京都 如今这个世上没有谁敢得罪犯贤 哪怕是这些被赫尔蒙调教的无比嚣张的年轻权贵们 在这些黑色的马车面前依然只有脸气凝神 大气不敢吭一声的份 小范大人是出了名的很力嚣张 他才不管这些少年的身后是哪位娘娘 何家国公 四五年前在鲍月楼外 范贤一个人打断了十几个小兔崽子的腿 这个故事早已经震害了所有别的小兔崽子的心 范贤没有注意到官道上的动静 也没有去看那些畏畏缩缩 停马于一旁的少年们 只是沉默地看着官道旁的风光 心情异常沉重 往年里猜到只是猜到 想到只是想到 长辈们一直没有对他言明什么 所以他也可以暂且当作自己不知道这些 只是在案里做着准备 只当成是下意识里的行为 而不是从内心出发 为了某个明确的目的而折腾 可如今一切都已经清楚无比地摆在他的面前 他必须正面面对当年的故事 做出自己的选择 此时黑色的马车已经行到了官道的某个岔道口 前方不远处便是京都雄伟的城阔 左手边一条清幽道路 正在轻轻竹林的遮影之下 该往何处去 往左 已在窗边的范贤微眯双眼 轻声吩咐道 木风儿看了大人一眼 没敢说什么 比了个手势 三辆黑色的马车 迅击往左拐入了清竹林中 消失在了众人的眼前 往这条道路 行去不远 清竹见书 便能看见道路一旁 碧若清裕的内红河水 河水缓缓流淌 速度极慢 如果不是用心去看 只怕会觉得这是一泼湖 正是穿城而过 绕城而行 最终西行苍山的流经河 这条河在上游 某处凝聚脂粉 汇聚坊上彩灯 集中了京都半片情色繁华 纵使范贤的抱月楼突兀而起 依然没有完全夺走 这条河的味道 刘经河 刘至京郊之外 来到这片竹林青树之中时 已经安静了许多 清静了许多 尤其是河对面 小小半岛上的那方宅院 在这春意明媚里 泛着清新淡雅的味道 听添了几分 一世而独立的感觉 太平别院 当年叶家女主人的小院 后来的皇室别院 长公主在京都叛乱时 曾经在这里住过两天 也仅仅只住了两天 然后这间院子 重又归附了寂静 就像是从来没有人 在这里生活过一般 半嫌下了马车 静静地看着那个院子 想着曾经在院子里 居住过的人 一时有些失神 京都叛乱平定之后 皇帝隐隐曾经透露过两次 要将这个院子 重新赐给范贤的话头 范贤清楚 这件事情最好 不要由自己开口 所以也一直是平静相拜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情最后 始终没有落到实处 庆历五年的夏天 在城外贩族田庄里 住了一夜之后 范贤曾经带着妹妹来过这里 对着太平别院 磕了两个头 聊记哀思 却没有进去 因为他知道 皇帝对这个院子 有别样的感情 别样的慰怯 但是范贤后来还是进去了 他和五竹书 在太平别院的一间密室内 找到了那把重居的子弹 还在里面徜徉了许久 皇家的侍卫 根本不在他们二人的眼中 范贤的眼睛眯了起来 眼光透着河上的淡淡水汽 侄子要穿透太平别院 涂成青灰色的墙 看透里面的一切 里面没有坟 这是范贤早已经确定了的事实 他的父亲大人范贤 曾经对他私下说过 叶青梅的坟 在一个隐蔽处 后来点名在太平别院里 然而院里却没有 范贤后来以为在皇宫里 可是皇宫里也没有 只有一张画 画上有个黄山女子 叶青梅自然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他葬在哪里也并不重要 但是范贤却偶尔会想到一个问题 是不是皇帝也有些不敢面对地下的那缕魂魄呢 范贤在河边坐了下来 将长山的钱金撩到膝上 非常平整地搭好 认真说道 我在这里想些事情 不要让人来打扰我 是 大人 穆丰尔和几位贴身的起年小组成员 同时低头应命 带着四周的护卫力量 向着竹林身处散去 一直散到范贤看不到他们 他们也不可能看见河边的地方 不要让人来打扰 自然也包括这些下属 穆丰尔这一干人 很清楚范贤的心思 只是有些不明白大人此刻的心情 他们退到了很远的地方 警惕地注视着四周道路的动静 封锁着风声 在心里默然猜测 河对面的那间院子 是叶家女主人当年的居所 这是所有的老京都人都知道的事情 而那位叶家女主人 是小范大人的亲生母亲 这是整个天下人都知道的事情 小范大人今日选择在此地静思 做思考的事情 自然是极为棘手 极为重要 不知道做了多久 将这河两岸的幽灵青竹徽院 河中的净水台石飘液 一映风景都看透成一个笑话 范县才感觉自己坐得有些累了 臀下的那方石头 忽然显得格外尖刻 戳得有些痛 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身后的灰尘 皱着眉摇了摇头 却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向着河畔又走了两步 低下身去 居一捧微凉的河水泼在了脸上 似乎是要让自己脸上的灼热 变得冰冷一些 这时候 一方手帕从旁边伸了过来 似乎是想让他擦拭干净脸上的水滴 范县没有丝毫吃惊 结果手帕在脸上胡乱擦了擦 又探到河里拧了两把 拧到微湿冰凉 才微笑递还回去 说道 你是最怕热的 把脸冰一下 一身素白衣衫的范若若 笑着从兄长的手里 接过打湿的手帕 小心翼翼地擦了擦自己的耳根和脸颊 看样子 他来得应该有些匆忙 平日里的一脸冰霜 此时却被两颊的红蕴 涂抹得一干二净 你怎么来了 但先回身往河岸上行去 很自然地伸出手去 想要牵着妹妹的手 以防他跌倒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没有想到范若若却没有瞧见兄长伸过来的手 已经走了上去 范贤微微一正笑着说道 看来苦河当年没有藏私啊 你这才学多久啊 身子比以往倒是好了很多 范若若笑了笑 没有接这个问题 回答范贤先前那句话 哥哥昨天夜里才回来 今天怎么又跑了出来啊 京都里有人找你有急事 嫂子偏生入了宫 疼大家的 被那人烦得没法子 只好找到了医馆 我是去医处打听了下 才知道哥哥你出了城 我正准备去晨元来着 但在路口看见了沐风儿 知道你肯定在这里 便下车来寻你 范贤今天来城园 院里的人应该不知道才是 不过他也懒得去理会这些小事 问道 什么事啊 找我找到这么急 兄妹二人一边说 一边坐了下来 就如同五年前一样 遥遥对着河内头 也不是什么叫警示 只是好久没见哥哥了 想你了 范若若微微笑着说道 其实既然那个人烦到了范家小姐的头上 肯定是极重要的事情 只是这位冰雪聪明的姑娘家 发现今日兄长竟然会来到太平别院静思 那么心中一定是有更大的苦恼 他自然不愿意拿这些官场上的事情 违反他 范贤心想 如今的庆国官场上 确实也不可能有什么大事 不由笑着摇摇头 说道 既然不是什么大事 你陪我做做也好 我正嫌一个人坐有些气闷 这一座又是半个时辰 范贤是心有所思 所以不想说话 只觉得有个完全信任自己的妹妹 坐在自己的身边 确实能够让自己的情绪更稳定一些 而范若若更是没有什么旁的念头 他只是在心里悠悠想着 只要能够这样安静地在哥哥身旁坐下去 那就好了 许久之后 太阳早已穿过了竹林的高烧 往着西边的方向缓缓移了下去 淡淡的光芒变成无数斑驳的影子 打在兄妹二人的脸上 范贤的眼眸被那片片光芒 恰好晃了一下眼 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叹了一口气 范若若心头一动 听出了这声叹息里的太多苦恼 怨恨 无奈 不得已与沉重 她微微低头 思寸很久后说道 心里有什么事 说出来或许好些 范贤沉默许久后 忽然开口说道 我的母亲 姓叶 明清梅 范若若微恶 抬眼看她 心想 整个天下 自己大概是最早知道 这个秘密的几个人之一 为什么兄长此时又要重复一遍 但她知道范贤肯定必有后话 所以只是轻轻地摁了一声 没有表达自己的疑惑 当年我带你来此地 对河遥遥遗迹 拜的是她赐予我的这个肉身 让我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一遭 范贤静静说道 今日来此遥看 却是敬她当年所行所为 拜她给我这个儿子 留下了太多好处 给着世间的百姓 也带了一些不一样的可能 更多的选择 范若若在一旁安静听着 或者一生 没有看见过她的模样 没有听过她的声音 但我见到了太多她留下来的痕迹 范贤低头撕损片刻后继续说道 这次去东夷城 也看了不少 所以她在我心中的形象 是越来越清晰 我也越来越习惯 把她看成是自己的母亲 她在心里加了一句话 虽然她的年龄 似乎比自己大不了多少 如果当年有人加害于她 你说我身为人子 应该如何去做呀 范贤的眉头皱到了极致 眉心一片阴郁 范若若忽然感觉心头有些紧张 紧紧地攥着手中的湿湿手帕 颤着声音说道 那些人不是死光了吗 太后娘娘如今也早已经去了 太后自然是要死的 范贤没有告诉妹妹 太后实际上就是死在自己的手中 微嘲一笑说道 可是还有些该死的人没有死 范若若没有开口询问 因为她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今天肯定会听到一个 令自己心惊胆跳的名字 我很久以前就猜到陛下是我的生父 只是最初那两年里 我根本不把她看成是自己的父亲 不只是她 要把叶青梅当成是自己的母亲 也很困难 这和当年的故事无关 也不是我生出了被遗弃的挫败感觉 这是解释不清楚的事情 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市 就已经带着自己的灵魂 然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总是由时间铸成的 这与血缘无关 与亲疏无关 范贤低头疲惫说道 就如同我自幼把你当成妹妹 这一世都会把你当成最亲近的人一样 时间总是能改变许多事情 和陛下相处这么久 我能察觉 他对我 比对其他的几个儿子不一样 尤其是这几年 皇帝陛下改变了太多 他忽然笑了起来 笑得有些可爱 你说 如果当年是陛下杀了我妈 我该怎么做 范若若心头一震 双手下意识用力 把手帕挤出了最后几滴河水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静于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